五月是一个盛夏季节 可是阿拉斯加的春天才刚刚来临 真辣湖泊上面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 大家看 这点冰的 钻石一样的 好不好玩 看它硕着的 周末赶上今年春天第一场春雨 哪儿也去不了 那就在家里待着 给自己的夏天做一些准备吧 今天来做一些香肠 有中式的 也有美式的早餐厂 很简单 我用的是梅头肉 这种肉比较松散 做了香肠的口感会特别的好 首先把肉切成条状 放入冰箱稍微冷冻 然后再放入绞肉鸡类 把它切成大块的 我用的是最大的刀片 切出来的肉 大约有拇指指甲盖大的大小 做香肠 这个大小就非常的合适 我大约用了10磅的肉 20%是肥肉 80%呢 是梅头肉 这样口感会比较好 将打好的肉进行搅拌 搅拌时我加入了100克的盐 250克糖 80克的白酒 仅此而已 如果你喜欢酒香浓郁 可以多加一些白酒 如果喜欢麻辣的 可以在此基础上 加上干辣椒粉和花椒 搅拌均匀后 就可以直接灌制 家里的小型灌肠机 正好派向了用途 我用了肠衣 是干燥的肠衣 是在户外店买的 灌制是个技术活 由先生去完成 这个需要一点耐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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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更加的 我来ג磮 小西瓜 我将豆斐 搞定了 我会想要整理 我来帮他 最重要的 我提醒你 的 手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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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灌制好后要用丁针剂排气 排气后的香肠会比较紧实 将排气的香肠进行晾晒 因为我们车库的温度比较高 一般就放在车库里面 24小时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要制作美式的早餐香肠 同样的我们用的是肥肉20% 瘦肉80% 搅肉机我换上了比较小的孔 这样嚼出来的肉比较细腻 做出来的早餐香肠 比较符合美国人的喜欢 我家制作的美式早餐香肠 是我在阿拉斯加所吃过的最好的香肠 将搅好的肉放入搅拌机内 加入各种样的香料盐 由于这个配方比较复杂 我会放在这段视频的最后的结尾处 大家可以参考 这种香肠是复合型的香味 非常的美味 可口 为了方便储藏 我们就将香肠放入真宫包装袋 然后进行真宫包装 全上的甜点 咸在想通知 我也要不要加炸 然后再加炸 一片把眼皮给也加到 跟鸡蛋 或者小鸡蛋 一点点 草叶 到蒸 有最后小鸡蛋 火 将香肠用真空机包装好 然后整形 放入冰箱 这样的话可以保存两连之久 食用时打开真空包装 放入苹果类煎好就可以了 终于雨过天晴 起初晒干的腊肠 蒸好后切片 一份春天的美味就做好了 放入苹果类煎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